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整个欧债的危机 刚才为大家特别阅读了整个主要的几位专家 包括Rubini以及克鲁曼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长得主克鲁曼的看法 克鲁曼跟Rubini基本上都是痛批德国 那他们的见解里头就是说现在的问题可能会扩散的 比梅克尔想的来的严重 而梅克尔想的是2013年明年的9月 他要选举 他不想要节外生枝 两个人基本的看法都认为 可是时间等不到那个时刻扩散的会很快 以下就是一个例子 塞浦路斯根本不是过去犯了什么错 他在经济的表现里头本来算是一个模范生 但是因为他购买了太多的希腊的主权债务 正式向欧盟提出纾困 也就是显示整个希腊的债务危机 他的扩散真的非常快 希腊债务危机影响扩大 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 由于银行业投资希腊债券造成巨额亏损 已经向欧盟正式提出纾困申请 成为继希腊 爱尔兰 葡萄牙 西班牙之后 第五个寻求经济援助的欧元区国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塞浦路斯银行业总计有1520亿欧元的未偿还贷款及其他高风险资金相当于该国GDP的八倍 两名欧元区官员表示 该国所提纾困规模上看100亿欧元 确切数字尚未敲定 塞浦路斯紧离希腊又说同一种语言 当地银行理所当然的向希腊企业和消费者发放贷款 并投资了大量的希腊政府债券 几年前该国政府还一直处于财政盈余状态 但从2009年起 银行业就受到希腊危机波及 就在塞浦路斯政府宣布寻求金融援助的同一天 国际评级机构会议宣布将塞浦路斯的主权信用等级调低到垃圾级别 塞浦路斯是地中海第三大岛屿 九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到一百万 北林 土耳其 东旺叙利亚 南面埃及 地属东西方文明的交汇 希腊神话中的维纳斯在这里出生 向来是地中海热门的旅游景点 气候宜人风光明媚 旅游业占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三 2004年塞浦路斯加入欧盟 作为欧洲货币联盟最小的经济体之一 以地理位置和低税收政策优势 成为俄罗斯与其他欧洲企业进军中东非洲市场的门户 经历这次欧债危机之后就很难说了 最大的恐惧是他们可能会准备一个增长 在国际贡资率 现在是10%最低的 我们的公司在这里的公司是从外面 这就会发生因为我们有低税 如果税增加 所有公司都会关闭到外面 由于赴税低和取得签证容易 这里有许多俄罗斯移民 塞浦路斯和俄罗斯关系密切 去年曾经向俄国争取到25亿欧元贷款 接着才转向欧盟请求纾困 向外争取金元的动作不会停 大陆也是目标对象之一 塞浦路斯将从7月1号起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现在该国却正向欧盟求援 塞浦路斯议会认为 这真是个悲剧性的巧合